對 就像你剛才講的 這個首相的角逐 電視編論上看出來 他們在比賽 誰比較真的在對抗中共 真的有這個勇氣 還是決心來對抗中共 那這種態度就是我剛剛提到 對抗中共成為主流民意 有選票 而且現在變成所謂政治正確 這個政治人物就紛紛來台灣訪問 我們把它戲稱為來台灣打卡 就是有票啊 因為現在全民意已經形成 就是對中共的威脅 有更清醒的認識 知道說雖然跟中國做生意 可能有經濟利益 但是這個經濟利益 不能付出安全的代價 不能付出這個意識形態的代價 價值觀的代價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一起考慮 叫做利益 安全跟價值觀 你不能說為了利益 然後你的安全 包括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通訊設備可以被走後門 很多那個機密跟隱私 個人資料會被竊取 這都不行嘛 一樣的道理 所以不能只是單 以前追逐經濟利益 是因為沒有安全的顧慮 沒有價值觀的這些衝突 那我追求經濟利益OK嘛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看出來了 中共已經變成了那個 所謂全球的主要威脅 還不是對台灣 日本 美國 他是全球的主要威脅 那在這種情況下 那個我們講大國博弈 有時候會經常出現 膽小鬼遊戲或者叫洛基遊戲 就好像我們講了嘛 兩輛汽車對撞 看誰最後先把方向盤扭開對不對 那膽小鬼遊戲的重本質 是逼對方認熟 我強硬到底 對方沒有強硬到底 對方閃避了對不對 就是逼對方認熟 這樣我就不必真的出手 因為對方已經認輸了嘛 好 認熟了 如果對方也不認熟 我也不認熟 那真的要對撞對不對 真正要兩敗俱傷 所以大國博弈裡面的這個 洛基遊戲 膽小鬼遊戲 是要逼對方認熟以後成為單小鬼 可是在這個之前 有一個作用就是在測試 不是測試實力 而是測試有沒有使用實力的決心 有沒有不惜一戰 所謂前撲後繼 犧牲流血在手不息 有沒有這種不惜一戰的決心 在測試這個 那因為美國已經公開 拜登已經公開講了 美國會動用軍事力量來保衛台灣 那麼這種說法出來 中共一定要測試 你是講說真的還說假的 如果你的佩洛西來台灣訪問 我講一些硬話 你就退縮回去 那我怎麼可能相信 你會為台灣來動用軍事力量 所以測試很重要 那英國一樣 英國是最 也算是在歐洲裡面 它現在不在歐盟 也不用使用歐元 所以我們講美國 英國 日本 澳洲 不 歐洲 然後中國 俄國 這個六方面 是世界的主要勢力 然後美國跟英國 美國跟日本算是堅定了同盟 這三個都是海權國家 那現在歐洲大陸 中國 俄國 這三個是陸權的 那麼現在就變成一個 這六方來主導國際形勢的變化 那英國現在算是高舉對抗中共 堅持普世價值 然後也對地緣政治的安全 還包括供應鏈的安全 尤其是像能源的供應鏈 不只是工業產品的供應鏈 所以英國在很多地方 它算是為國際形勢的發展 預先知道可能是什麼方向 然後預先來定調 所以英國現在這個首相選舉的辯論 也等於在為美國的戰略也好 日本的也好 台灣的也好 預先定調 英國有這種角色這種作用 形成這個作用 引領國際風向 所以這個首相選舉的話 把選戰焦點對準對抗中共的話 其實他們真正的差別 現在看起來 反而是在內政方面 比如財稅 氣候交易 能源政策這些 可能還會有 就是內政方面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對外方面 國家安全方面 反而開始形成共識 所以這個發展的話 也會給其他國家 包括澳洲或日本一個啟示 澳洲現在也是換黨執政了 韓國也是 這些國家現在對中共的態度 都很相近 接下來觀察就是像菲律賓 新加坡這些 是不是對中共的話 也有一種對抗的意志 因為這個涉及到南海 所以從英國的首相選拔裡面 可以看出來 國際大環境真的在變 真的是以中共的威脅 對中共的威脅有清醒的認識 同時也意識到說 保衛台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因為這不只是地區性的利益 實際上也是全球性的一個議題 所以從英國看日本 看美國 看台灣 實際上是整個是一盤棋 所以我們應該了解到這個形勢 就是在台灣內部的話也要形成這個堅定的對抗中共的這個共識才對 桑普律師 這一次的那個英國首相選舉是非常精彩的 因為這個是 就是以前以為一個親中的Rishi Sunak 他現在突然之間就是反中共 那這個地方是引起很多人的一個意外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英國的政治人物都是如此的 有這個趨上 42歲前投資銀行家是這位印度裔的那個Rishi Sunak 他兩週前才辭去財務代償的職務 他的太太就是Akshata Murthy 他是一個印度的一家公司叫Infusus 大家做IT行業的知道 非常大的公司 非常大的公司的一個千金 那這千金最近有一個逃稅的一個醜聞 非常嚴重 他曾經在財稅大成 財務大成的時候支持過加稅 所以英國很多人就覺得說 你是經濟衰退的元凶 因為現在英國通過膨脹了 那加上他是非常有錢的人 嫌憑欺負 也是一些人性的一個問題 但是他是英國250大富豪之一 他的身家有7.3億英鎊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46歲 曾經認知那個可牌 就是Shell石油公司的 那個特拉斯Least Trust 他是從自由民主黨出生 曾經支持過留歐 之後就激烈的脫歐派 那之後現在在外向的期間 曾經代表英國 就跟歐盟談判北哀的問題 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候選人說 G20 20大工業國會議集團會議 要當面跟那個普丁 當著眾國家代表的面子上面 去對指要對嗆 所以他是非常的有這個霸氣 鐵糧子的味道 鐵糧子的味道 那一直來講 這個有五個候選人去競選 強生要辭職之後留下的首相的位置 那7月20號是最後一輪 黨內的那個議員的投票 有很多輪 第五輪 那結果是137票支持這個蘇納克 那個113票支持特拉斯 那這個情況是不是那個蘇納克穩贏 不會 因為這個就結束了 應該要推到一個決選的地步 決選大概16到20萬的 那個保守黨員全英國 保守黨員可以去投票 下個月就開始發選票 9月5號會公佈結果 民意調查顯示呢 蘇納克只有四成選票 那反而特拉斯有六成 所以特拉斯是看高一線的 蘇納克這個轉變也是非常的有趣 因為他以前呢 長期以來呢都是一個比較輕重的一個分子 他是說英國對中國的政策不夠細緻跟平衡 英國能夠再確保國安跟人權潛力下 把握中國的巨大市場 包括金融服務市場 而且當時要發展互惠經濟關係 希望多次想恢復2019年以來停擺的 英中經濟財經論壇跟對話 這個地方是他的想法 而且今年1月他才說英中關係要進一步發展 要有一個complete sea change 完全的改變 這個完全改變是往上提升英中的友好關係 這個讓最近環球時報7月14號 竟然發一篇文章說 近日發覺到蘇納克是眾多的保守短黨的黨魁候選人裡面 唯一務實的黨魁候選人 用務實這個字來形容他 而且你看得到英國的每日郵報也說 蘇納克對中關係非常的溫和 那他也提過改善英中的貿易關係是當務之急 甚至是一個月前他才這樣講 那他在7月20號結結束了這個五輪投標之後 那發覺到要面對16萬20萬的英國保守黨的黨員 那他現在要面對的問題是怎麼來取心於這些黨員 所以他會資訊很多中國代表團發覺到要有個突變 那個變化就是等於說 要全世界認識到蘇納克是反抗中國的 反抗中共的 所以他說 哇Number One Threat 他認為說 中國與中國共產黨 對英國跟全球安全繁榮 構成本世紀以來最重大的威脅 用這個方式來做標題 就說I will I would I will I will 用這些詞來講 他說中國在英國竊取那個科技滲透大學的院校 而且在海外 中共也是為俄羅斯的普丁侵略撐腰 包括購買俄羅斯的石油等等 而且霸凌台灣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他主張在教育學術方面 關閉英國全境全部大概30個孔子學院 而且執行英國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 要求英國所有大學公佈 所有5萬英鎊以上的外國支出的合作案 就等於說把以後這個東西都割掉 而且要利用MI5情報機關的資源 協助英國企業跟大學 抗拒中共的間諜活動 他認為要效法北約 建立那個亞製中共威脅的國際合作機制 而且同時要嚴防中共取得戰略敏感的 科技企業關鍵的英國資產 這個講得非常的大啦啦 就好像川普在選議啊 非常非常嚴重 什麼科技的北約 要五眼加上AUKUS 要對抗中共的網絡威脅 盟友科技要有韌性 加強防禦那個智慧財產權 被盜竊的問題等等 這些都洋洋傻傻 但問題是可不可信 那我問過一些移民到英國去的很多香港的人 基本上他們都提醒我說 小心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不太可靠 所以這個真真假假誰知道 他是真心改過還是說虛情假意 我不知道 但是特拉斯卻有一個Track Record 可以給大家看得到 那你看得到是特拉斯是怎麼講的 List Trust 他是說打擊TikTok抖音等 中共的社群媒體 應該絕對打擊限制向專制政權去輸出技術 而且他認為說看到蘇納克這樣說 Trust就是725那一場電視辯論講說 我很高興你蘇納克才能我一直來的意見 他說我們G7共同研究 對抗中共一帶一路的替代方案 協助台灣 防堵中共的侵略 我們做了示範 那財政部當時你們還是支持 要那個停止這些撥款的呢 所以他說這個不對 那這蘇納克就嗆那個特拉斯說 當時卡麥隆當首相的時候有黃金十年 英中關係黃金十年利益支持 那大家對抗 基本上以前都大家犯過錯 那先來後到 大家都是往反共抗共的路上走 這個也是好事 所以一個公平的競爭 我們也樂觀其成 但他們非常年輕 一個42歲一個46歲 跟美國兩位政治人物好像不太一樣 那個年紀差很多 所以英國是一個有這個政治人物上面 是有照氣的 但肯定是 如果說你從track record 從過去的網際來看 肯定特拉斯是有網際給大家看得到 那他會不會真的順利當選 會不會真的是見極旅極 說到做到去對抗中共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呢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